飲食业界一直希望透过自发措施配合防疫工作 多个连锁餐饮集团明天开始 晚次缩减规模或者只是做外卖 为期两个星期 业界估计也有几千间食肆会自发参与 为了防止疫情扩散 倒障食肆员工和顾客的安全 同时维持一定的生意 行政会议成员 饮食界立法会议员张宇人说 已经与业界取得共识 自发采取多项的措施 包括不招呼没戴口罩的顾客 入餐厅前要探热 刚刚6点半后至少减一半堂食座位 外卖也会提供至少八折等等 星期六开始实行两个礼拜 我找那四个大茶餐厅的集团 他们都支持 如果你看到我那三个快餐集团 有一个已经出来说了 他只是做外卖不做堂食 特首都有问我 有信心多少 我说我们六个商会 加上现在坐在那里的人 我想我们推动 加上大家传媒去谈谈 我想几千间一定有的 参与的主要是连锁餐饮集团 其中大家乐旗下多间食肆 即日提早至下午6点半暂停晚市堂食 全港有大约50间分店的杜香集团 由星期六起至下个月10号 晚市服务暂停 亦都有连锁酒楼决定暂停营业 大荣华下个月起至五月初不会营业 你吃东西就麻烦 对不对 什么麻烦呢 你晚上没得吃 在家吃 买外卖 没人犯理 这个疫症没办法 你不可以就可以 影响很大 因为很多人不煮饭 我的同事都是不煮饭 都是出去吃的 变成你越吃越早 没办法 饮食界代表认为 自发的措施必然会造成生意上的损失 希望政府可以在租金和薪金上提供额外的补贴 无线电视机社 邓杰盈报导